慈禧第一次看到电灯泡,说了一句经典的话,至今让人觉得啼笑皆非。 众所周知,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,当马人把江山坐稳之后一切几乎,欧独改变了闭关锁国,所以的新鲜事物都遭到了抵制,而中国也进入了大道。 退的时代在清朝科技的交流几乎停止了,在国内自己不能搞也不能想,国外学习当欧洲列强突飞梦进向着现代化迈进的时候,中国选择了睡大觉。 晚清时期皇帝几乎成了傀儡,而慈禧太后才是真正的掌权人,实际上慈禧对于政治了解的并不多, 我从他对铁路的态度上就知道了1865年英国商人在北京宣五门外修了几百米的小铁路, 这也是中国土地上修造的第一条铁路巨席,在试车那天气敌声和车轮的声音, 把当时看热闹的大臣给全部吓坏了消息,传到了慈禧的耳中。 他对火车和铁路很生气,认为铁路是腰部碎下令拆毁的这唯一的铁路处子, 还有一件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。 当时清朝时朝廷紧进了西方的汽车,慈禧对着玩意蒙发了兴趣索性坐了上去, 本来慈禧还是很开心的。 但是当司机准备发动车子的时候,慈禧却不开心, 而他不开心的原因是司机是坐在自己前面的, 他认为这是大不敬的,所以他命令司机跪着开车, 这是司机也不能理解的事情。 标签,历史,慈禧,清朝,电灯泡,经典。 李连英是慈禧最喜欢的衣, 各太监每年慈禧生日李连英都会各地搜寻宝物, 来讨慈禧的欢心有一年此, 喜生日其他人都忙着准备受礼李连英, 却不像往年一样,一直到了天黑下来。 李连英才说,魏太后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, 李连英一声令下整个院子都亮了, 起来像白天一样宫女们手里的灯笼, 也失去了光彩慈禧第一次见到电灯泡, 充满了好奇地看着满院子的灯泡他说, 每一句经典的话他对身边的太监说, 为什么这个茄子居然会发光? 听到这句话当场的人也觉得很好笑, 至今也让人觉得可笑至极。 电灯泡是爱迪生发明的当时在西方已经是相当普及, 那只因为中国实行闭关, 锁国的政策才会很艰难地传入中国经过太监的讲解, 慈禧对电灯泡有了一一定的了解, 这让慈禧感到神奇, 所以他下令让官员到处寻找电灯泡把工艺都挂, 满当然这也是花费了大量的财力和人力慈禧, 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耗费了财力在电灯泡和发电机上。 感谢观看